說真的低潮了滿久 然後當然也有高有低 可是就是每一個階段 好像都會遇到不一樣的問題 有時候都覺得已經沒辦法再更爛了 結果還真的更爛 就覺得人生也太難了 對啊 但是 有時候也會覺得滿佩服自己 就是跟我同期很多人都已經退休了 很多人可能遇到我這樣的挫折 已經都可能都不打球放棄了 但我覺得我自己 還可以對打球這份熱情還在 我覺得 對我來講我覺得也是滿珍惜的 對啊 因為今年受傷 所以休息了七個月沒有打球 很像是上天給我的一個禮物吧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休息過 然後真正的回來台灣 然後可以陪家人啊 然後跟朋友聚在一起 就是因為這陣子的休息 也讓我學到很多 然後也讓我 就是真的放下很多東西 就是 有時候會覺得那個快樂很難 就是你那個快樂期望的定義 你會越來越 越來越高 就是所以我覺得為什麼這幾年會 很難去找到那個快樂 因為我的快樂都已經來自於成績 我成績沒有打好 就任何事情都沒有辦法讓我很快樂這樣 對 所以我現在覺得 就是你慢慢去學習 從周遭的生活小事 就慢慢讓自己更滿足一點 對啊 可能我那個動作做得很順 我就覺得很開心 頂尖運動員 就是 我們這邊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優秀的運動員 那不是說他們不好 而是 你 跟他一起合作 跟他一起工作 你就真的能夠很深刻的 體會到說 難怪他會到達這麼高的位置 對 就是我們已經接觸這麼多頂尖優秀的運動員 但 真的還是有差 對 你就會覺得 嗯 不愧是這壓力 經過這段時間 就是我覺得 我做任何的決定 已經不再是為了打球了 我覺得這隊友好像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 以前的訓練就覺得 因為我要打更好的 去旅行 我也覺得因為我 可以讓自己放鬆 但是現在我就是覺得 我訓練就是希望把我的身體練好 然後希望可以保持一個最健康的狀態 在球場上比賽 然後去旅行 我就覺得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不是一直想著 因為這樣對我打球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做很多決定都是 可以更做自己一點 好想要站上場上跟他們一起比賽 所以我覺得 那樣的心情又讓我覺得 找回對打球的一個熱情 其實我還是很熱愛這個運動 然後 我也沒有想說要放棄 我覺得已經很滿足 對 我覺得沒有再 要求更多了 我覺得已經很幸運了 對 真的 如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